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赶紧带您关心一下今天新岛头条的摘要有哪些 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 事件最少造成三个人死亡 79个人受伤 习近平随即强调要采取果断行动来压制恐怖主义 另外NBA对发表种族言论的快艇老板斯特林 处罚终身禁制和250万元的罚款 继续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为了呼吁外界关注性侵犯的罪行 白宫推出了一段宣传短片 稍后也带您来看看 另外社交网站Facebook 2014年的开发商科技大会 今天在旧金山会长中心来举行 待会也带您来了解 至于焦点的部分 我们请明月带我们一块来关心 今天的焦点新闻会给大家介绍 旧金山的交响乐团音乐厅屋顶将装太阳能板 而佛罗里达和阿拉巴马州遭受了红水的侵袭 参议院共和党阻碍了民主党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更多精彩的新闻稍后再给您 新岛新闻集团 您的最佳宣传伙伴 新岛日报 旗下杂志包括 新岛地产 新岛周刊 东周刊 发行量第一的免费中文报刊 美国都市报 收听率第一的国粤语电台 新岛中文电台 与Xfinity Comcast 238台Crossings TV合作的电视节目 新岛头条新闻 Sintel.tv Sintelusa.com ChineseRadio.com SintelTV app 多元化 全方位 为您提供一站式市场推广策略 广告热线 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当地时间4月30号晚上 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了爆炸事件 火车站的周边 以及附近的一长途客运站实施交通管制 根据了解事件当中 最少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79个人受伤 目前受伤人员已经全部入院接受救治 而案件侦破工作 正在抓紧进行当中 当局也初步认定为恐怖袭击 凶童的引爆了炸弹之外 还用刀来砍伤了路人 你快来看看林娜的报道 4月30日下午7时许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站外 发生一起爆炸案件 经警方初步查明 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 是一起严重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暴徒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 接人处持刀砍杀群众 同时引爆爆炸装置 造成三人死亡 79人受伤 其中4人重伤 目前受伤人员已经全部入院接受治疗 案件侦破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得知信息后 立即作出指示 必须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 长期性 复杂性 尖锐性 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新疆自治区要全力就职受伤人员 迅速侦破案件 严惩暴徒 要做好社会面的稳控工作 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记者当晚乘车赶往乌鲁木齐火车南站 发现同方向的道路上车辆较少 当行驶到进入火车站插路口的时候 有交警执勤 此路口已禁止车辆通行 车上的乘客需要步行到达火车站 有乘坐火车站附近的长途汽车站汽车的民众说 长途汽车站车辆停运 从火车站方向返回市区的民众说 火车也停了 不让上车 在现场 记者还看到有特警劝离群众 新岛记者李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 5月30号在新疆视察晚上就发生了 乌鲁木齐火车站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他随即也强调要采取果断行动 来压制恐怖主义的势力 同样也是新岛记者李纳的报道 习近平指出 新疆长期稳定对中国改革发展 团结民族和谐及国家安全 至为重要 他表示 维护统一 打击分离主义 对维护新疆少数民族根本利益 至为重要 他又指 中国会按照法律 采取高密度措施反恐 并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打击新疆恐怖主义 一会采取适度措施改善民族和谐 及促进各族共同繁荣 习近平在新疆进行为期四天访问 先到派出所查看装备和训练 了解基层公安民警的工作情况 其后 又到新疆一间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视察现代农业机械 到30日上午 他到乌鲁木齐洋行清真寺 之后与新疆宗教代表人士进行了座谈 并且向全国劳动者质疑五一劳动节的问候 习近平会面时指 希望新疆广大宗教界人士 继续发扬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 其致鲜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 通过科学解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 正确理解宗教教义 让大家都能安安心心发展经济 改善生活 针对乌鲁木齐的恐怖袭击事件 今天我们也联系到了 新疆石和子大学的新闻系的 副教授熊建军教授 来看看当地人是怎么想的 习近平刚从这离开 这个是很明显的 做给政府看的 对抗政府的这个倾向太明显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政府会加大力度 对这个恐怖的这个活动进行打击 同时可能也会导致 一部分这个倾向与同行 他们认为是一种 争取权力的这个 暴力活动的这一批 汉族转向 中立或者甚至反对他们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影响 因为有武警消防出动 昨天是我们的五一假期的 马上要开始的那一天 有很多学生返回乌鲁木齐 就对交通啊 也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公共火车站 它是四面都是通的 而且人流特别大 紧挨的又是一个公共汽车站 公共汽车大巴也平那的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说往近走的时候 进行这个检查 但是在外边 可能在安保这一块 重视不是很到位 NBA联盟对发表 种族歧视言论的快艇 对了老板斯特林 处罚终身禁制 和250万元美金的罚款 继续也是引发各方的争议 大部分NBA的球员 也表态支持 但是也有人不同的看法 像有民权律师则认为 斯特林的私人谈话被曝光 是可能违法 道德上也不是非常光彩的举动 新岛记者崔玲子的报道 专长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律师 雷德萨 在全国有线新闻网CNN 发表评论说 快艇对老板斯达宁 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 是非常不当 但这是他私下和女友的对话 却被人暗中录音和曝光 起码违反了对话录音 必须得到对方许可的加州法规 他分析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免被政府惩罚 外界对于斯特林的批评 亦并不侵犯他的言论自由 因为第一修正案 恰恰保障了大众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且由于NBA联盟是私营机构 有权力独立决定如何处罚斯特林 但雷德萨认为此事件提醒了我们 每个人私底下的言论和隐私 都有可能被曝光 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 另外 快艇队的归属也是外界关心的焦点之一 虽然斯特林表示不会出售快艇 但只要NBA其他29个球队老板中 有四分之三投赞成票 那么NBA就有权力控制快艇的买卖事宜 目前快艇未来买家名字 正不断在媒体上曝光 其中包括科技公司甲骨文执行长爱里森 全美华人首富黄欣祥等 青岛记者崔玲子报道 为了呼吁外界关注性侵犯罪行 白宫推出了一段宣传短片 除了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亲自出境之外 还邀请了一批知名的好莱坞男明星来参加 也鼓励民众要勇于举报性侵的行为 青岛记者麦祥雄的报道 白宫的短片名为一次已太多 有30秒和1分钟两个版本 参与演出的好莱坞明星包括 知名英国演员Daniel Quick 成获奥斯卡最佳蓝配角的演员Bernicio Del Toro 电视编剧和主持Sev Mayers 以及喜剧明星Steven Corral等等 他们都一脸严肃地面对镜头 呼吁民众关注和阻止性侵行为 美国年轻女性在约会中 经常面临暴力和性侵犯的危险 数据指出每五个年轻女性中有一个在大学时期就是性侵犯的受害者 每九个少女中就有一个人被迫进行性行为 而每十个年轻少女就有一个在约会中被暴力侵犯 总统奥巴马呼吁 当发现性侵犯行为的时候 民众应该站出来保护受害者 而副总统拜登也说不应该漠视这种罪信 新岛记者麦祥雄报道 社交网站Facebook脸书的2014年开发商科技大会 今天在旧金山会长中心来举行 脸书的创办人朱克伯格在开场演讲中强调了公司未来的发展的两个主题 分别就是稳定跟客户优先 新岛记者林娜报道 此次的Facebook的开发商科技大会围绕着建造成长盈利黑客道的主题进行 朱克伯格的开场演讲主题就是建造 他说脸书的目标是创立一个跨平台的平台 他向在场的开发商以及程序员承诺 未来任何针对脸书的应用程序编写的程式将至少适用两年 如果发现任何技术故障将在48小时内修复完毕 朱克伯格在演讲中的另一个主题是客户优先 他屡次强调使用者对于个人信息的可控性和掌控性 让程式使用者自己掌握隐私与信息分享 是获得客户信任并最终占有客源的关键 他表示脸书将在未来几个月推出匿名登录功能 使用者可以自由使用新的程式 而不必担心自己在脸书的信息外泄 另外两个涉及保护用户隐私的功能则是 自行选择想要分享的信息 取消通过第三方获得使用者信息的功能 星岛记者李纳报道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 在下节焦点新闻当中 要带您关心的就是参议院共和党 阻碍了民主党提供最低工资法 详细的报道下节新闻会带给您 休息下马上回来 正宗佛山永春泉 演绎盛气归原养生功 供实事全力 为您演绎永春泉的圈首 路首及骑手 永春泉的十四把门 永春泉的十二散事 影片比对永春泉的正确与错误动作 全书211页彩色印刷 每本25元 邮购加运费5元 请将支票寄往新岛总部 著名购买佛山永春泉 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 接下来带您关键是焦点新闻的部分 焦点新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旧金山大力推动环保 今天在戴维斯交响月厅屋顶的 太阳能发电板安装完成 市长李孟贤出席了庆祝活动时候说 全市太阳能的发电补助计划 将在未来的两年 获得每年500万元的资助 而该补助计划 是让有意安装太阳能发电板的业主 商家和非牟利机构等 向市府申请贷款 换取现金回馈优惠 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南部 遭受了暴雨和洪水的困扰 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和财产损失 由于水位高涨 当局紧急封闭了10号公路 来往阿拉巴马和佛罗里达的路段 民众出行受阻 部分的驾驶人士 只好放弃开车 改为徒步 一名67岁的女子 因为汽车被洪水浸没而淹死 总统阿巴马和民主党人士 力推的调高最低的时薪法案 今天在联邦参议院 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封杀 法案内容是将联邦最低的时薪 从7元25仙调至10元10仙 但是无法取得足够的票数 不能在参议院公开辩论 有共和党的参议院表示 如果上调最低工资 全美可能有近100万人职位不保 不过有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受访的美国人 都支持最低时薪的上调 奥克拉和马州 一名因谋杀和强奸罪 而被判处死刑的囚犯 昨天接受了注射式死刑时 经历了40分钟的挣扎后 血管扩张心脏并发而死亡 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 对美国急刑的关注 指宪法保障人民免受酷刑的对待 批评注射是死刑残酷和不人道 事发之后 奥克拉和马州的州长 已经下令压后所有的注射死刑 美国贸易专员发表了 特别的301报告称 版权持有人在中国为了维护权益 仍然面对着严峻的障碍 中国在合作打击盗版和娱乐软件 等有所改善 但是中国仍然令美国版权持有人 造成大量的损失 报告将中国再次放入优先的观察名单 在北京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 今天回应了有关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问题 说道 注意到有些版本呢 对两岸关系的表述出现了两国论 一边一国 对于想借两岸协议监督之名 来推行两国论或一边一国的台独主张 两岸都应该高度警惕 他强调坚决反对台独 反对任何形式的两国论 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先休息一下 有会儿见 新岛日报 有情速递翻类小广告 祝您幸福 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天的两岸新闻 先来看看台湾的部分 受到学英雲的冲击 国民党党务人士出现了重大的异动 今天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 新北市长朱立伦 以及台中市长胡志强 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三位的 新任副主席人士案 而外界解读呢 蚂蚁这个动作呢 是要回应世代交替 以及扩大参与的要求 来自台湾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马银九 下午主持中常会 三位资深副主席 林峰镇 詹春博 蒋笑颜 就坐在台下 在马银九高举扩大党内参与的大席下 三位副主席将主动请辞 拉近三位党籍直辖市长 进入决策核心 另外副主席排序 第一曾永泉 第二朱立伦 第三孔秀柱 第四黄敏慧 第五胡志强 第六郝龙斌 郝立强接任副主席 启动世代交替 三人口径一致表示 现阶段国民党艰困之际 愿意共同承担 并强调接任副主席 和2016大选无关 原本国民党副主席团 多半由党内大佬担任的传统 由于受到学运冲击 马银九身世重挫 因此决定纳入 具备民意基础的地方县市首长 借此也呼应世代交替 和扩大参与的要求 外界解读 后马时代的来临 马银九借着国民党副主席 拉地方诸侯进决策核心 顺势完成世代交替 虽然有不得不然的时事所逼 但马银九因此能够继续兼任党主席 让友谊问鼎2016总统大卫的各方势力 保持平衡 未来他们都必须和党共同承担责任 如此也化解了蓝银内部繁马的能量 让马银九未来两年任期 不至于成为毫无实权的跛脚总统 记者综合报导 中国茶叶市场近几年来发展迅速 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 不论是作为投机性的炒卖 或者是当天作为日常的消费产品 茶叶已经成为了中国特色经济的产业 而目前在北京就举行了一个茶叶发展的研讨会 我们来看看来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华侨茶叶发展基金研究会高级顾问张新忠 在北京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 对当下中国茶产业发展现状做出分析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茶产业存在产能严重过剩 价格虚高的现象 并提出工业化与精品化的发展思路 近年来中国茶产业的繁荣 让很多地区加大了对这一农业形势的扶持力度 在贵州省几年的时间增加了700万亩茶树 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 茶叶的价格也并没有下降 这一现象让很多茶企不禁思考 中国的茶产业将走向何处 很奇怪的现象 价格居高不下 按道理来讲 常规的逻辑 是产能过剩了 你东西卖不了了 价格就应该便宜 可是我们的价格还是在贵 价格不降 尤其是今天的博尔茶 价格有点异 有价不适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张新忠在北京参加 颠红集团2014年度经销商大会时表示 中国茶叶市场存在的繁华 只是表面现象 他认为中国茶叶依然非常落后 行业成见散小乱杂弱的局面 他认为中国茶叶应适当放弃明茶概念 而转向明牌发展 市场走向正规化工业化 是中国茶叶发展的必有之路 成都的儿童守护使者 首轮见面会在成都举行 30名申请人通过与观察员互动交流 也选拔出了第一批 10名的儿童守护使者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可以借此活动 借助社会的力量 来呼吁更多人来参与 儿童的保护行动中 一块来看成都的报道 成都儿童守护使是由成都云公益 以及近百家公益组织 联合发起的关爱困境儿童行动 当天活动中 面向社会选拔了首批10位 儿童守护使 并发出孩子不是私人财产 停止对儿童的暴力倡议 据了解目前中国约有1400万困境儿童 和困境家庭儿童 约占全国18岁以下青少年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只有不到10万名儿童 通过社会救助 绝大多数身处困境的孩子 不能得到足够关注 流浪儿童这块我们每年的话 也就是救助全市应该是在2000人左右 流浪儿童每年救助量在2000人左右 现在这个数量是每年都在减少 每年都在减少 现在应该说是下降到2000以内了 我们实际上儿童守护使这样的一个志愿者 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做资源的整合 很多的很多的这种需求是放在那 是可以用到这些孩子身上的 但是需要我们的志愿者来穿这个 就像珍珠穿这些珍珠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十名儿童守护使 接下来将会进行系统培训 全面提升协调能力 法律知识及谈判技巧等 并进行一系列实践工作 接下来带领关心今天的财经消息 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 结束两天洗口会议 决定再减少买债100亿的美金 让每个月的买债规模 减致的是450亿的美元 委员会发表声明说 如果未来的数据支持联储局 对劳工市场及通胀的预期 可能进一步会减少买债 但也重申了即使要结束买债 也可能维持目前的习率一段时间 另外美国四月份的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22万个 是去年11月份以来最高 首季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3% 增幅较前一季是放缓 另外首季劳工成本上升了0.3% 也超过了两年最低增长的速度 联储局报告指出 美国经济活动增加利好市况 那纽约股市上升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三大股指的一个变化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6580点升45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4114点升11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1883点升5点 汇价方面美元兑换人民币保 6.25港元7.75 台币30.20欧元0.72 日元102.21英镑0.59 澳元1.07加元1.09 油价每桶报99.79美元跌1.49 金价每样四报1291.20美元跌7.8 白银报19.22美元跌40线 高温的天气可能还要持续好几天 那接下来我们愉快关心明天天气的变化 SingTao Weather Girls 大纹 были不过去的 第二天天天天打开 中午没问题 本大纹 2号码 1号码 希4个 5号码 2号码 居 2号码 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收听《星岛中文电台》 赶紧带您看看今天的娱乐新闻吧 很多明星都会在不同的场合宣传环保的重要性 而张靖初今天就代言世界地球日的活动 并自曝曾经为了环保而买二手包 来看看吧 4月29号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与中国教育电视台 在北京联合举办 2014世界地球日特别活动 即宇宙时空之旅的内地首映礼 形象大使张靖初亮相了当天的活动 他在现场自曝曾经为环保而买过二手包 并呼吁大家多多骑车 少开车 不用一次性的餐具 同样是29号的晚上 第14届电影频道的电影百合颁奖典礼 在北京举行 沈奥军 德基 安妮瓦尔 阿布拉伊提 陈创 四人荣获了优秀男女演员奖 本届百合奖的颁奖典礼 邀请到了邓超拍摄宣传短片 并担任晚会现场的主题嘉宾 邓超作为电影分手大师的导演 以老演员和新导演的双重身份 分享了如何搞定大电影的心得 而上个月错失影后的郑秀文 近日就被拍到与好男友许志安 特地陪伴到东京散心 疯狂购物六天 千万金信回到香港 四个行李连同三香酒 真是大丰收啊 其实每个人都会潜藏着多重的人格 而外表斯文说话 吸声吸气的王婉芝 竟然比24个比例还厉害 小小的身体内 竟藏着超过100多种不同的人格 将在5月17号宏馆举行的演唱会 就会敬显他多重人格的一面 更多精彩的娱乐新闻 您千万不要错过明天出版的星岛日报 其实我们也要学学那些大明星们 用这个二手包不叫环保 而且我觉得明星能利用自己的这个名气 为大家宣传环保的知识 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对 其实环保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的 一起来做的 没错 好 那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在重庆 在重庆有一只小老虎 他天生就得不到妈妈的爱 人家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但是这只老虎很可怜 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 妈妈就已经不理他了 但是他每天只喜欢吃 喜欢喝 喜欢玩 喜欢睡觉 后来在这个饲养员的 这个精心的照顾之下 日渐的茁壮了 那在今天我们新闻的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嗯 那我们明天见 再会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